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顾参禅之时才会参念佛是谁 中国佛教有两个法门最普及 一为念佛 一为参禅 很多人平常就在念佛 禅师为了引导他 才教他念佛是谁 参禅不是念念佛是谁这句话 否则不如念阿弥陀佛 参禅重点摆在谁字 刚开始可以想 念佛是我 念佛是心 念佛是佛 念佛是我 我是什么 诸法无我 念佛是心 密心了不可得 念佛是心 密心了不可得 参禅不是让你想 文思修 你刚开始可以想 想完就不要再想了 当你问念佛是谁 你会稍微对一下 你的妄念还会继续升起 有人直接提起 念佛是谁 妄念不会止息 而是一直起 但他起的妄念即 念佛是谁这一句话 你要升起 念佛是谁 谁 谁 是谁 你要让你和妄念之间的时间拉长 一秒钟 两秒钟 三秒钟 是谁 一秒钟 两秒钟 七秒钟 接着 你又生起妄念 还是用那句话 用谁这个字 让你狡猾的心想不出来 让你没办法想 就像一般人所讲的 父母未生我之前 我是谁 死后 我又是谁 谁 你怎么想 又没办法想 你不要套公事 谁不是东西 这不是你体悟的 你的心本来比较浮 到最后 你的心会越来越沉 它会拖着 似乎处于时间 有点渐渐停滞的状态 念佛是谁 谁 是谁 看你能多久 当它没有力道了 你的妄念纷飞很强 你又再重新提起 念佛是谁 谁 谁 是谁 参禅的重点就在于此 其目的是叫你秉息诸圆 净土宗直接用一句阿弥陀佛 因为你的妄念不能止息 你所有的念 无不是业 无不是罪 故才要让你以阿弥陀佛 这个念取代你的妄念 透过念佛的方式让你弃入 很多人却误会了 以为敬念及念念都是阿弥陀佛 念佛是心念 欲佛 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心中有佛 心中自然清净 口念不是不行 可只能达到是一心不乱 而达不到理一心不乱 打佛七时敲木鱼或地钟 刚开始是慢版 最后是快版 之后就停止 停止的一刹那就有这个意味 在禅堂中也有跑箱 本来是惊醒 接着慢跑 再快跑 把一打下去 有人在那一刹那开悟的 以上都是手段 我上上个礼拜去看一个法师 我问他 最近还好吧 他说还可以 我问 还可以是什么意思 还可以就是这样过呀 我问 这样过是什么意思 打坐的时候心比较近 遇到事情的时候心就乱了 我说 这样叫还可以呀 我逼问他在做什么 我问 你可以屏息朱元吗 他说没有办法 我问 你是不是念念都是妄想 他说不是啊 打坐的时候就没有妄想 我说 胡说八道 打坐的时候没有妄想你就开悟了 他沉默不语 接着问我该怎么办 我说 你还是用一句佛号 取代你的妄念吧 你还是念阿弥陀佛 他马上回答我 我已经笨笨的念七八年了 也没有用 我不要走这条路了 我问他 是你笨还是那个法笨 是你笨 不是法笨 你不要随便诽谤法 要契入一念不生 禅宗以参禅的方式 净土宗以念佛的方式 密宗以持咒的方式 不管修什么法门 假设你没办法契入 你是不可能见性的 故 信心明曰 一念不生 万法无救 不止三个方式 八万四千法门 你挑一个好好修 这些办法 如果你都不适用 你就要自己想办法 看看应该怎么办 文厚思维 你要如何契入尽念呢 心平何老齿记 行职何用修缠 敢六祖会能大事开事 敢达官师父教会 敢您的灵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